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那我们要来聊的是六月份的星座运势 那其实这个六月份大家可能会有点点小害怕 因为这个月份里面实在有太多颗星星都在逆行 包括金星,木星,土星,还有这个冥王星 那到月底六月二十几号左右呢,海王星也会逆行哦 那月中的时候,六月十八号左右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水星也会开始逆行 所以基本上在这整个六月当中呢 逆行的星星就有水星啊,金星,木星,土星,冥王星,然后还有海王星 所以整个呢,大概有六颗星星都在逆行 那这个月就是一个 大家可以停下一些脚步来思考一些事情 或者是呢,有一些东西呢 要准备有一些转折,有一些改变,或者是重新开启 或重新有一些变化的时间点哦 所以在这个月里面呢,其实我想蛮多人 会觉得自己生活周遭有很大的一个变化跟影响啦 那我知道大家最在意的还是水逆 对于每个星座不同的影响 我会特别的在每个星座的部分去做一个说明 那不是每一个星座都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六月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形象就是 六月二十一号是夏至 那夏至这一天正好会有日食哦 台湾应该是看得到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日食在夏至是很特别的呢 大家记得一件事哦 夏至在天文学上 它其实不是固定的同一天 那日食的部分呢 虽然每年会有很多次日食啦 可是呢,这个日食要跟夏至同一天 这个机率其实很低的 那通常日食在传统转眼术上 它就是告诉你说 这东西不是很好 那不是很好的预照 加上今年下半年哦 九月份有火星逆星 所以下半年的情况恐怕呢 会比上半年还要来的 稍微可能九月份之后会更加严峻一点啦 我不是说疫情哦 我是说可能很多生活方面 大家遇到的一些状况上 可能压力会大一点 有一些不是这么好的情况可能下半年会发生 那在我的观点上面来说 我觉得日食它就只是一个警告的性质 或者是预兆的性质啦 所以大家下半年小心一点就好 那顺便打个小广告哦 就是在这一次的六月份星座运势 通通播完之后 对,那我会呢 再上这个今年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的 这个星座运势排行榜 好的,那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舍星座的你 在今年六月份 会有怎样的星座运势吧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星座 是上升太阳在天蜜座的朋友们 在2020年的六月份的星座运势 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哦 在六月二号到六月十二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上班族的天蜜座朋友们 我们比较容易遇到呢 客户还蛮照顾你 让你感觉到呢 在工作上呢 是非常顺利的一段时间哦 那特别是如果你去做销售啊 或是业务相关工作的话呢 天蜜座的你呢 还蛮容易遇到 愿意和你签大订单的这个客户哦 也因为呢你的业绩还蛮好的啦 所以老板其实还蛮肯定的一个工作成绩哦 那如果说呢天蜜座的你呢 是这个求职 或者是想要在这段时间去面试的话 要记得好好把握哦 因为这段时间的你运气还蛮棒的 就是求职方面的运气啦 那特别是你很容易遇到 对你很好 很判重你 很喜欢你的这个面试官 那在这个面试官前面呢 你只要好好的表现的话 很容易呢 就可以录取这一份好工作哦 而在6月14号到6月26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如果你的工作是做记者的话 还蛮容易挖到一些大新闻的哦 就多努力一点 好那有一些如果说是做这个公众人物 政治人物 艺人或网红的话 特别是这个演员啦 歌手 还有这个比如说YouTube之类的哦 你所推出的作品呢 是会受到很多人喜欢的哦 所以呢 在人际很旺的情况下呢 事业当然就是水涨船高 越来越顺利咯 接下来呢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天夜做的朋友们来说 在6月20号到6月30号这段时间当中是一段黄金期 你要好好把握 如果你有做任何跟不动产相关的投资 或是一般投资理财也OK啦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只要是做投资相关的买卖的话 都还蛮容易赚到不少的钱哦 所以如果你原本就有计划在这段时间呢 做一个不动产的买卖 或者是呢 做一些理财投资上面的一个进出的话 其实都会是一个很棒的时间点 那好好把握的话会赚更多钱哦 那在6月1号到6月30号这段时间呢 对很多天夜做的朋友们来说 是需要特别小心的时间点哦 第一就是这段时间当中你的赌博也不是很好啦 所以经营的这段时间就是尽量不要赌博 第二就是如果你有在做理财投资的话 太过高风险的一些商品或是一些标的 你如果要投资的话要多想一下哦 考虑清楚哦 这不是一个太好的投资时间点啊 那另外就是说呢 有一些天夜做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里面 是比较容易遇上诈骗集团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如果你能够提高警觉的话 就能减少被诈骗的机会哦 接下来呢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天夜做的同学们来说 6月2号到6月12号之间呢 是一个很棒的时间点哦 对你来说这段时间就是大考的考运是非常的好 那有一些天夜做的同学们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除了考运很棒之外 你的外语能力也是非常的好的 学习外国语言这一块方面上呢 也是比别人更有这个天分 然后速度也是更快的哦 那有些天夜做的同学们在这段时间当中 可能还是要忙一些论文啊 或者是一些制作啊 或者是一些研究之类的哦 那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的进度是会非常的好的 因为在做这些东西上面呢 非常的有效率哦 好好把握这段时间呢 就能够很顺利更快速的把你想要做的这些计划都完成哦 而在6月18号到7月12号这一段时间当中 因为学习逆行的影响啊 所以对天蝎座的同学们来说 你在这段时间当中如果刚好遇到大考的话 是属于考验比较不是那么的好的哦 所以呢天蝎座的你呢 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需要去一些大型的考试的话呢 你要记得出门之前呢 该带的东西都要带好 前一天要稍微检查一下 那早点起床哦 你大概只要稳定住你的心情 就可以好好的发挥你的实力去考试 一些问题都可以顺利得到解决 天蝎座的同学们呢 如果在这段时间正好遇上大考的话呢 真的也不要太紧张啦 随心逆行是可以克服的哦 但是之前的一些准备动作啊 还有维持心情上面 就要靠你自己多努力加油咯 接下来呢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桃花运这一块 基本上是很多天蝎座在这个月里面的一个人生重点之一哦 那当然因为这个月很多颗星在逆行 包括金星嘛 那对于天蝎座的影响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一点的哦 那因为呢在这个月里面呢 好坏桃花出现比例大曲一半一半嘛 那该怎么选择出好的对象 跟提出掉不良的对象呢 就是很多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面很重要的人生课题哦 在6月7号到6月21号之间呢 这段时间当中呢 会出现一些条件还蛮不错 而且主动想要跟你做朋友 甚至于是有点勾引你的这个 还蛮不错的对象啦 所以对于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可以好好的选择一下看一下 有哪些人呢是真心喜欢你的哦 那多多认识多多了解一下吧 那在6月14号到6月26号这段时间当中 对天蝎座的朋友们而言呢 是你只要主动出击 就还蛮容易可以和你喜欢的对象呢 有很好互动的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你已经看准了某个对象 想要跟那个对象有一些更多的互动跟了解的话呢 就赶快去做 那这段时间当中呢 天蝎座的你在讲话方面呢 是非常性感的 所以会见到很多人 会让这些对象对你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那之后呢 也更容易有更好的发展哦 而在6月1号到6月7号这段时间当中 是天蝎座的你要稍微小心一点的时间哦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天蝎座的你比较容易遇到的是 你只想和你上床贪念你肉体的这个对象 可能在床上运动完之后 就不太领路了 那当然呢 我还是建议啦 天蝎座的朋友们遇到这样子的对象呢 就是不要太快晕船哦 这对你来说 也会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啦 那在6月8号到6月21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 也是比较容易遇到一些 和你搞曖昧的烂讨话 而且是没有把话说清楚 谎话还蛮多的烂讨话哦 那这一类的对象呢 有可能他都是已经有另外一半 或者是反正他就是跟别人在交往当中 想要劈腿劈到你头上 这样子的对象出现的时候 多半都是一直跟你搞曖昧 或者是呢 完完全全不会提到想要跟你任何承诺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保持你的警觉心 然后不要太容易云船 然后对某一些话呢 要提高警觉或是抱持怀疑 都是在这段时间当中还蛮重要的事情哦 天蝎座的你呢 还是小心谨慎一点会比较好哦 接下来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6月2号到6月12号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你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你的另外一半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明示力 而且呢 能够帮你解决掉非常多的一些 生活上的小困难或小问题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对于很多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你的另外一半都是你人生当中 绝对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存在 那要记得呢 当你的另外一半帮你解决问题或困难的时候 要好好感谢他哦 这样子你们的感情还可以一直维持在很棒的状态下 那6月20号到6月30号之间呢 对于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你的家长或是你的长辈们呢 其实会看到你的一些困难啦 所以会在这段时间当中给你一些实质的支援跟帮助 有可能是生活上呢 可能都给你一些帮忙之类的哦 但因为这样呢 会让天蝎座的你的感觉都还蛮温暖的 那我当然是建议天蝎座的朋友们 你在这段时间当中如果得到长辈给你的帮助 要记得好好感谢你的长辈哦 那在6月22号到6月30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对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 如果你已经有小朋友的话 那家里的小孩其实会主动的帮忙做很多事情 想要表现出他也很能干 希望呢他可以多帮爸爸妈妈一些忙哦 非常贴心 所以会让你相当的开心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6月1号到6月7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对于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 如果说啦你是常常去更换上床对象的话 那这段时间当中要记得做好保护措施哦 因为这段时间的你们是比较容易感染性病的 那做好保护措施的话就比较不和这种问题发生 那在6月8号到6月21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有一些天蝎座的朋友们是可能在血压或是心血管方面 觉得比较不是那么的舒服 如果说呢你有很明显像很胸闷很不舒服啊 头痛之类的 然后你自己平常可能有在量血 又觉得自己血压比较高的话 那当然就是尽快去看医生 遵守医生的指示哦 那尽快把病给医好 另外呢有一些天蝎座的朋友们 可能是泌尿系统不太舒服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憋尿之类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 如果说泌尿系统不舒服的话 也是尽快去找医生 帮你整治一下不要害羞哦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整数啰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非常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和我聊聊有关星座相关的话题 那当然呢也非常欢迎你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喜欢星座的朋友 我是阿婷米思 我们下次见 拜拜